这就是汉口路 我现在进南园 南园一进来的东边有座别墅 外面刷成黄色的 中山楼 那是入口 它的南园这个楼叫松宁楼 不是别墅 财务处在里面 南园从本园一进来 有个喷雪广场 那儿 当然现在没有喷雪 看我所在的这条路的西面 菜鸟驿站 快递中心 再往南看 南园也有教学楼的 南园教学楼 这个楼很旧的 我怀疑它现在 还是不是用作教学楼 南园教学楼的南园是综合楼 其实就是食堂大楼 南京大学古楼小学就这一座食堂大楼 但是很庞大 楼高六层 地下一层 地上有五层 有第一餐厅 第二餐厅 第三餐厅 南方圆餐厅和民族餐厅 食堂的东面是综合服务大厅 南京大学古楼校区一共有22座学生宿舍 命名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南园来命名的 比较多 有十九座 另一种是以桃园来命名的 有三座 这是南园八社 还蛮高的 有七层的高 人口种的是水山 梧桐树 这是桃园三社 也挺高的 八社的背后 也就是南面有两个篮球场 可是铁丝网看一下 不进去了 篮球场的西面是学校的宾馆 南院宾馆 有两栋的 一号楼 二号楼 北面那个是外教公寓 外教公寓以北市教公餐厅 其实就在中和楼的西面 教公餐厅以北市浴室 城溥雄伟 直接写个浴室得了吧 浴室那几个字还不太好做 烙牌子上 开放时间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 有家理发店 北面是个超市 教育超市 我现在进食堂吃晚饭 这是北面了 直接通往二餐厅的 双重莲子 这是第三餐厅 第上二楼 面积很大 环境也很棒 木桌子 凳子 现在时间是六点半 我的饭菜打好了 一碗饭 三个菜 这是鸡丁 瓜 九红鸡蛋 一共十六块钱 不是食材的饭贵 而是我吃的多 他们一般就打两个菜 我是打三个 这同学帮忙说的 校外人员不能用手机支付 谢谢 谢谢 味道不错 吃点豆腐 我看那有个窗口卖黄冰鸡米饭 十块钱十二的 如果是在校外的话 差不多就是十八还有二十斤 分大小碗